看到这是在新竹市的私立系国国校 因为遭到了法院查封消息传开来了 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是因为这一间学校 当初接受建商捐赠土地 但后来查出说并没有按照捐赠目的来使用土地 所以遭开罚了五亿六千多万 现在学校恐怕面临被查封的地区 远景骑车进行勘查 新竹地院行政执行官 也在学校附近的社区道路巡视 因为这里就要被查封 原来西谷国小在2002年 接受建商赠予土地 便向税务局申请免征土地增值税 也获得核准 却没想到2009年税务局勘查 以未案捐赠目的使用名义 遭罚五亿六千三百万 学校上诉却败诉 现在得面临查封拍卖的情形 92人捐赠的 事府同意 92、93、94、94、95、96、97都同意 98人来检查 突然说不同意 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对抗 那只有被拍卖了 谁是受教权绝对没有影响 不只学校受影响 附近住户也因为土地查封 社区的人行步道外 还有住户使用的停车格花台等设施 也可能被牵连 因为我们不知道后续的 我们对我们的行的安全有没有影响 行政执行处表示 若校方和建商没有善意回应 不排除会进一步封闭部分道路进行拍卖 到时恐怕会影响学生的受教权 记者廖玉智新竹采访报导